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并不是导致他被后世谴责的主要原因 主和主战两派的形成是宋朝独特的政治制度导致的 这一点无法评论对错 秦桧最大的罪过是谋害民族英雄岳飞 岳飞是当时的抗金名将 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 位列南宋中兴寺将之一 岳飞在历史上的中烈程度与诸葛亮相当 可想而知秦桧害死了岳飞 必定会遭到民间百姓的谴责 甚至是秦桧的子孙后代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姓氏 秦桧的后人可是被秦桧害惨了 那岳飞后人是如何呢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岳飞的二十一子孙 岳飞三子岳灵系后裔岳中旗 传到他这一带的时候 历史车轮已经行驶到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 尽管经过千年的变迁 岳家仍然还是武将世家 岳中旗的父亲岳生龙 为康熙时代的义政大臣四川提督 曾经跟随康熙帝西征戈尔丹 立下战功 父亲被提拔为四川提督 岳中旗也跟着父亲来到了四川 他自小接受父亲的教导 熟读经史 博览群书 还显现出了卓越的军事天赋 康熙四十一年 岳中旗成年 遵循父母之命 娶了宋秀之女为妻 康熙四十八年 通过军官做了后补之府 此后他一直在四川做文官 人以为一生就是这样了 康熙五十年 准戈尔汉仍然在边境骚扰 边地战事不休 岳中旗关注着国家大事 他继承当年父亲的事业 请求由文职改做武职 此后走上了武将生涯 带兵入葬 平定准戈尔的叛乱 屡立战功 成为朝堂之上中坚力量 被升为四川提督 康熙六十年 他被派去平定青海叛乱 仅用了七十多天就大获全胜 康熙授予他齐都未适值 冥冥之中 岳家人的战斗因子还是存在着 为国报效的一腔热血 时刻沸腾着 雍震元年 岳中旗跟随 辅远大将军年庚瑶在平定青海叛乱中 继续立下大功 他带领的岳家军和清军威名远扬 当年庚瑶被围困的时候 是岳中旗杀出重围 带着援兵成功以少甚多 雍震二年 岳中旗带着一万五的军队大败叛军 首辅了被叛军占领的青海地区 六十万屏风华里的领土 雍震帝对此非常满意 封岳中旗太子太保三等威姓功 受监甘肃提督 还特意为他提师一手 随后他又去剿灭了罗伯藏丹精 留守西宁处理军务 不久后再次带着三万军队 平定青海叛军 打得敌军投降 经此一战后 岳中旗被受监甘肃巡抚 督办甘肃青海两地军务镇要 不过岳中旗也曾尝过败仗 他在讨伐准戈尔以战中失利 曾经对他赞不绝口的雍震大发雷霆 呵视岳中旗功敌不速 用人不当 此时岳中旗已经失去了慎心 偏偏他的阵敌军机大臣 内阁学士戈尔泰趁机奏本弹劾他 雍震不念岳中旗曾经立下的累累战功 下遇交部决议 最终结果是岳中旗三等公爵和太子太保风贤被削去 降为三等侯 不过大将军印还在他手中 雍震五年 曾经有一个疯子在大街上高声说 岳中旗要帅川产兵丁造反了 这话要是传到皇帝眼中 那可是杀头大罪 岳中旗非常谨慎 千万不能让自己被污蔑 他立马上走向雍震帝解释 好在雍震帝没有太过在意 但这件事是否会在皇帝心底埋下怀疑的种子 那就不得而知了 起料镇敌对他的恶意弹劾还没有停止 他被收押入狱 两年后他被兵部判决斩决 不过雍震看到这样的判决后于心不忍 念及他曾经进西藏平清海之宫 改斩决为斩尖猴 并处发银七十万两 由此岳中旗被贬为树人 回到了曾经的家乡成都 过着简单的生活 不过在他晚年的时候 62岁的岳中旗被乾隆帝召回 复职四川提督一职 赐孔雀花岭 此时他已经离开官场十多年了 将要被乾隆帝派去平定大金川的叛乱 好在岳中旗表现得不错 得到了乾隆帝的善待 岳中旗的军事能力有多么强 在康熙 雍震 乾隆三朝 他都被围以重任 而且总能取得胜仗 起料只是在平定准戈尔叛乱一战中 他严重失利 被震敌抓住机会 要将他弹劾到斩首 好在他曾经立下的功劳足够重大 雍震念及旧情 免了他的死罪 又或许是雍震忌旦岳中旗功高震主 就像曾经的年庚瑶一般 年庚瑶被刺死后 他接任了川神总督一职 在军事上的地位 就犹如曾经的年庚瑶 以雍震帝高深莫测的心思 借题发挥 贬了岳中旗的官职也有可能 好在岳中旗能看得开 在被贬的日子里 潜行研究佛学 他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他才会在乾隆年间被复用 得到了应有的待遇 岳中旗在乾隆年间复出后 在第一次贫大小金川之意 和西藏勘乱中 又立下了功勋 只不过这次岳中旗 不再是主帅的身份 说的好听些是副帅 不好听些就是救火队和顾问 这次他的职务只是四川提督 而不可能再任总督一级的高官了 一方面他老了 难免力不从心 另外就是乾隆是一个更加重满的皇帝 不过这对于岳中旗似乎更好些 岳中旗作为一个汉人 曾经手握重兵的汉人 难免不受当权的清贵猜忌 所以倒不如落个清闲 当然了 傅恒还有策略 这两个年轻的上司 对于岳中旗还是颇为尊重和重视的 岳中旗去世后 乾隆次世相擒 而且在乾隆44年的 怀旧师里的武功臣中 岳中旗还名列其中 是五人中唯一的汉人 其余四人是赵慧 阿里滚 明锐 以及舒赫德 其实岳中旗中途的不幸遭遇 是清朝汉族大臣 尤其是掌兵权的大臣 固有的问题 日后 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也都遇到过同样的事情 满汉矛盾 齐汉矛盾 始终是清朝固有的矛盾 而且一直无法解决 也不可能解决掉的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 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